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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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九頭,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那我們這一集呢,也要來講水族 那水族呢,今天要講的 比較特別的重點 不是在雨,那是在 標題可以看到,就是在講風年夏 那我要先在這邊,事先先聲明一下 我今天做的這種 風年夏的孵法呢 它的孵化率一定會比那種 就是打氣的那種還要低 那它就是很適合像我這種 大家都有看到,我養魚的環境 是在我的房間 那其實呢,那個打氣這樣子 它要黏,要轉動什麼 那可能還是會有漏水的一律 所以我當初呢,就去找這個方法 然後呢,再來自己 改良一下,那我到時候也想要做 風年夏淺盤孵化器2.0 然後到時候再拍給大家看 那我今天要教的就是 風年夏的淺盤孵化 那我個人覺得 雖然孵化率比較低 但像我們這種 一次生小魚 也就20隻,10幾隻這樣 其實那個風年夏的量是很夠的 那也可以不用再插電 或是會漏水的一律 那我們先來看看需要什麼材料吧 好,那以上這些就是我們今天 所謂需要用到的材料 那最主要呢,是一個 裝那個風年夏的 不要太高的盒子 然後呢,自己做一個這個 給大家這樣看比較清楚 那就是呢,你依照這個盒子的形狀呢 去採一個大概符合它的弧度 也不用非常合啦 就最主要是它要擋住那個風年夏軟 那就是剪一個像這樣的東西 然後下面呢,在底部的部分 記得喔,是在底部 合著弧度是這樣嗎 在底部的部分呢 剪一個小小的開孔 還有呢,一個可以遮光的 不透光的板子 然後記得這個也要是不透光的 所以最好都是用黑色 那我這兩片都是用那個瓦刃紙 就是數據豆給買得到的 那這邊就最主要就是我們孵化的東西 接下來就是我們取蝦的東西 我是用低管 然後一個玻璃杯 然後還有一個濾風年夏的濾網 好,那我們現在介紹完我們需要使用的器材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開始孵化風年夏吧 那我們孵化風年夏非常的簡單 就是把這個板子呢 插在大概中間過來一點點的部分 大概三分之二的地方吧 就像這樣 然後呢,我們今天用的比例是 1000cc的水對上30克的處理 那我這一杯現在這樣是500cc 然後我們就把水倒進去 那500cc的話,那我們就這樣15克嘛 那我這個湯匙剛好算過一個四五克 那我們就下三匙 好,那我們現在出眼已經加進去了 那我們就稍微等它融化 那因為這個減盤孵化呢 它的孵化率並沒有那麼高 我自己有試過灑非常多的蝦軟 跟灑很少的蝦軟 但是我不確定是不是這樣 就是以我的經驗來看就是 生出來的量其實差不多 那它可能就是它的空間跟那個 含氧量沒辦法足夠那麼多的孵化 所以呢,我每次都是下一點點下一點點 那如果你可能會需要比較多的封連蝦 你有想要用這種方法的話 那你就可能換大一點的容器 好,那我們現在呢 有一點要非常注意的就是 你在下蝦軟之前呢 你這個盒子要先固定好位置 就是不能再動 那我們需要隨便拿一個東西 然後讓這個盒子稍微有點傾斜 然後我們左邊這一小塊呢 就是到收集蝦子的地方 然後右邊這一塊呢 就是蝦軟的地方 那它用的原理就是 將蝦軟灑在這個地方 那它不能移動水 原因在於 你現在移動它的蝦軟 你就可能從旁邊拿什麼亂跑 那你就沒有分離蝦軟的用意了 那可能它的蝦軟呢 就只會在這個板子的這邊這一塊 的地方 它不會飄到這邊來 多少還是會有一點點 還不能說很完全 所以你做得非常的密封這樣 那這個地方呢 它會稍微有點傾斜 然後我們到時候要收下的時候呢 就是拿一個手電筒打在這邊 那它的光會經過下面 我們這樣是不是要撿一個孔啊 射到那個裡面去 那這個封連蝦它有趨光性 它就會慢慢慢慢經過那個洞 油過來 那油過來的時候呢 蝦殼就有海流又在那邊 那我們就不用再去做一個 蝦殼分離的動作 那我們來測試看看 這個封連蝦前來浮化大概要多少的時間 好那我現在呢 已經將我們的蝦軟倒下去 然後把這個固定在我要的位置 稍微墊高 那我們現在把蝦軟放上去之後呢 可以看到它基本上不會跑過來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把這個遮光的板子呢 蓋上去 那它這邊就會透出微微的光線的時候 蝦子孵化它會 多少會先跑一點出來 那我們現在的時間呢 是早上10點 那水溫大概是 24、25度左右 那我們現在就等等看要多少時間才能孵化出來吧 好那現在的時間呢 是早上的 6點多 那因為呢 我現在剛起床 所以呢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時候 直接孵化出來的 那約末時間應該是在20小時 上下 可能更早不一定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不知道這樣看不看得清楚 這個水面已經有很明顯的有 一粒一粒這個 有嗎 其實可以看到它的洞 就已經孵化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來收一下吧 那我們收一下的方式就是 利用手電動這樣造 然後讓它經過那個洞 它其實很多都自己會跑出來 那我們先讓它造一陣子 然後我們再來收一下 好那我們現在螢幕可以感到封領一下 一直的聚集 那我們就是用我們的滴管 然後 其實吸取這些封棉蝦 封棉蝦呢 一直在這個濾網上 那我是都會吸取一些 除濾好的水 因為我不知道 那個濾的水 會不會殺死這些封棉蝦 那就是這樣燒一下 洗一下 洗一下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封棉蝦 那我呢 會用一個玻璃杯 然後呢 再將這些封棉蝦呢 用清水 滴到這個杯子裡去 那你可以看到 那封棉蝦呢 就會在這杯子裡面 那我們下去餵小魚吧 好那我們現在呢 來餵小魚吃封棉蝦吧 好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啦 就是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 有潛盤孵化封棉蝦的方法 那我現在個人是有在使用 因為對我這種 養的地方的環境來講 是比較方便 那就是 以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也可以看到 為什麼我的魚呢 都養在一起 因為呢 我有重新設了一個新的鋼啦 那我自己去 拿著一塊壓克力來鑽動 然後到時候再拍給大家看 那今天的結尾呢 就來看一下我們現在的魚 成長的狀態吧 好啦那如果喜歡的影片呢 請不要按個分享 也訂閱 也可以打開小鈴鐺 這樣魚發布影片 你就會刷通知啦 我是九頭 我們下次見